今天要讲的樊忠秀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小军法,他的经历比很多小说都要精彩,如果谁想写北洋时期草根逆袭的爽文,可以直接把樊忠秀的一生当创作蓝本。 这类小说的常见情节,如出身低危,恶霸逼迫,千里逃难,土匪剑色起心,上山志取匪首,搞到战利品,拉起一只人马,引来官府围剿,与官府斗志斗勇,被收编,屡立其功,逐渐壮大,参与混战,割据一方等等,在樊忠秀身上,都是真实的人生经历。 北洋时期的军法,大致有三个来源,一是从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,如段祺瑞,冯国璋,曹坤,吴培福,孙传芳,严锡山等,这是主流。 二是从大清延续而来的军头,如张勋,陆荣廷,广西,赵涕,河南,张广建,甘肃,杨曾新,新疆等。 这些人在大清时期就已经成了气候,清朝覆灭后,他们在袁世凯的庇护和默许下,继续发光发热。 三是巨小山林的土匪,大土匪一旦被官方收编,完成合法化,就是军阀。 第三种军阀的路子比较野,两极分化严重,要么混成顶级军阀,像张作霖,要么长期十八县,一直打酱油,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振华及其镇松军。 刘振华不是土匪,但镇松军主体是土匪。 今天要说的樊忠秀也是这种类型。 1888年,樊忠秀出生于河南宝峰县,金属平顶山市,一个普通家庭。 宝峰县没什么名气,但宝峰县出过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,白狼,中国最后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。 樊家有兄弟四人,樊忠秀排杭老二,人称樊老二。 樊老二从小讨厌干农活,喜欢躺平,为了逃避干活。 樊老二经常躲在杨树上不下来,或者钻窟窿打地洞,甚至离家出走,天性懒散调皮,有些无赖。 樊老二这么潇洒,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。 他家有上百亩地,他爹教过私塾,当过医生,类似于现在的小学校长,兼存卫生室主任,家境还过得趣,樊老二吃喝不愁。 在家庭熏陶下,樊老二有些文化,但他质不在此,喜欢武枪弄棒。 有记载说,樊老二十三岁,上登封少林寺,拜横林和尚为师,学了三年功夫,身手敏捷。 1928年,樊忠秀与冯玉祥发生战争,少林寺因香火情谊,帮助樊忠作战。 结果引来了石油三火烧少林,千年古叉,毁于一旦,乱世,玉锡盛产土匪。 1913年,一向岁月静好的樊家引起了土匪的兴趣。 匪首牛天想要樊家在三天之内凑三百两白银送来,否则就灭了樊家。 樊家无权无势,只能任命,卖掉粮食和家产,凑足银粮给土匪投资送去。 不久,牛天想得知樊家有个闺女长得好看,又来樊家要人。 这一次,樊家没有妥协,他们约了几家亲戚,一同离开宝峰,逃到了陕西一川县火加沟,开荒中壁。 一说是樊老二参加革命党,被河南都军张震芳通缉。 清末陕甘回遍,陕西人口大减,很多地方田地荒芜,地广人系的环境,吸引了大量来自河南,山西的桃荒灾民。 这是樊家举家迁移陕北的大背景。 火加沟位于宜川、洛川交界处,山大临密,是三不管地带。 然而,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官府管不到的地方,自有地下秩序。 附近黄龙山上的土匪头子,听闻新来的客户,客居的庄户,樊家有一个漂亮的女子,也来要人。 还威胁不从就要灭门云云。 时至1914年春,樊忠秀已经26岁了,年轻起盛,命运的一再逼迫,终于激怒了她。 樊忠秀把妹妹藏好,约及大哥及三个铁杆朋友,五个人持刀带棒,杀向土匪老巢。 这股土匪人数并不多,樊忠秀等人上山时,下方大部分土匪已下山,匪巢只有几个土匪头子。 樊忠秀等人出其不意,轻松干掉了几个土匪头子,山下的土匪坐鸟收散。 经此一战,樊忠秀缴获了十几支枪,一千多发子弹。 依靠这些武器,樊忠秀拉起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小队伍,武装自卫。 不久,樊忠秀听说,遗川县衙从汉阳兵工厂购买了三十支捕枪,正在运回来的路上,于是派人截了这批枪。 通过劫持枪械,手边小谷土匪,击败地方民团。 樊忠秀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了二百多人,活跃于遗川、洛川、甘泉、复县一带。 这一年,白狼起义军从河南转战陕西,入见张都帅北洋大军入陕追击。 有人报告樊忠秀是白狼的同乡同伙,入见张于是派商镇带领一个团,前往陕北剿匪。 狄强我弱,樊忠秀没有与北洋正规军印钢,而是将队伍化整为零,隐蔽起来,躲过了商镇的围角。 过了风头之后,樊忠秀的队伍继续壮大,拥有上千杆枪和百余匹马,是陕北最强大的民间武装。 当时陕西的情况很复杂,大致分为两派,一派是代表袁世凯势力的陆建章,一派是陕西本土实力派,如张凤慧、张芳、陈淑帆等。 这些人在辛亥革命时,曾发动西安起义,属于革命党势力。 袁世凯派陆建章入闪,一是为了对付白朗,二是为了对付陕西革命党控制的闪军。 经过一番斗争,闪军二师四旅,只有陈树藩旅得以保存,其余部队被陆建章吞并,裁撤。 1915年,陈树藩派人来收编樊忠秀,樊忠秀同意了,先后任骑兵连长、营长。 樊忠秀为什么要接受招安? 自古以来,土匪的结局就两种,要么被官军消灭,要么被官军收编,相比较而言,第二种明显更有前途。 北洋时代,军阀要招兵买马,扩大实力,很少会杀已经投降的人,被收编后安全系数比较高。 1916年,陆建章因统治残暴以及支持袁世凯称帝,激起了陕西人的怒火,反袁竹路运动风起云涌。 陈淑藩暗中参与反路运动,挤走了陆建章,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。 袁世凯死后,陈淑藩搭上了大老段祺锐,被任命为陕西渡君,称了晚戏的人。 陈淑藩投靠北洋系,引起了郭坚、高骏、胡锦义、曹世英等部下的不满,他们有革命党背景,倾向孙中山。 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,陕西革命党人响应号召,竖起了陕西靖国军的大旗,起兵反对陈淑藩围攻西安。 陈淑藩以陕西省长的职务,换取镇松军刘振华前来驻战,拆解了西安之危。 在靖国军与陈淑藩的战争中,樊中秀倒向了靖国军。 乱世,凭实力说话,有实力,各方都会来拉拢你。 樊中秀所部是陕北最具实力的民间武装,自然是革命党拉拢的重点对象,陕北革命党人会有光。 郑思成一直与樊中秀保持着联系,时不时给他灌输点革命思想。 先进的革命思想,点燃了樊中秀内心朴素的正义感。 驻军西安期间,革命党人邓宝山又来做他的工作,樊中秀被说服了。 1918年2月,樊中秀脱离陈淑藩,不久在同关打垮陈淑藩的一个新兵旅,缴获了400多支枪和大量子弹,队伍陆续扩大到2000多人,实力大增。 1918年6月,孙中山派于右任回陕西领导革命,葛禄一军推举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,张芳为副总司令。 靖国军编为六路,郭坚为第一路,樊中秀为第二路,曹石英为第三路,胡锦义为第四路,高骏为第五路,卢战魁为第六路。 此外,还有会有光独立支队等,全军两万余人,陕西战火越烧越旺,让段祺锐很不爽。 于是,老段组织了以凤军师长许兰州为总司令的八省援军,听起来很厉害,实际就两万人马入陕镇押进国军。 靖国军内部意见不一,一盘散杀,很快就被打垮了,一部分人离去,一部分继续坚持。 这时,孙中山只是于佑任,保存现有地盘,以待发展至机。 樊中秀在征得于佑任,张芳的同意后,归附了许兰州,挽起了吴建道。 1920年春夏之交,直晚战云密布,张作霖支持直系。 许兰州奉张作霖命令,移施河南,准备侧应直系军队。 樊中秀随许兰州,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河南。 他一念招募家乡子弟,扩充军队,一念派人到上海,向孙中山汇报情况,表忠心。 受革命党人影响,樊中秀已经成了孙中山的铁粉,身在河南,兴在南方,一直想追随孙。 直晚大战后,北洋政府越来越失控,军阀混战节奏陡然加快,樊中秀部四处征战,频繁变换阵营。 许兰州是奉军,自然不会在河南久待,他离开后,樊中秀部被划分到了河南都军赵提手下, 被编为一个团,驻防御兮,后因剿匪有功,被阔编为一个混城旅。 1921年,湖南赵恒提出兵攻打湖北王战元,湘鄂战争爆发,吴培复出兵干涉,调域军驻战。 赵提派出了樊中秀旅,樊中秀率部在咸宁、岳阳一带,与赵恒提的湘军激战打得很猛。 1922年,赵提被吴培复搞掉后,樊中秀成了直系的人,被任命为玉兮剿匪司令。 战争再打下去,樊中秀在立战功,估计都要被吴培复提拔成师长了。 完无见到就怕完成这样,再做,再做我成游兼望老大了,倒是怎么办,你抓我呀。 好在命运给了樊中秀一个机会,没有让他等三年,三年之后有三年,三年之后有三年。 1923年4月,贵习军阀沈红英进攻广州,被制使孙中山的丁贵军击败,吴培复派蔡成勋、方本人、邓卢卓以及河南赞编第一师,樊中秀屡历属于这个师,南下支援沈红英。 此时,樊中秀派人与孙中山联系,想要回到革命阵营,不料宋信人被抓获,暴露了秘密。 吴佩孚秘密指示,蔡成勋等人,伺机解决樊中秀律。 当樊中秀所部途经碎川时,京江西吉安市碎川县遭遇了蔡成勋、方本人部的包围,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,樊中秀击败方本人,打破了包围圈。 既然撕破了脸,樊中秀也就不装了。 他在江西大禹,进江西赣州大禹县,通电,就任孙中山委任的御军跑贼军总司令。 然后率军从梅关越过梅岭,闪电般的击溃沈红英残部,占领了越北重镇少官,粉碎了吴培夫,沈红英夹击孙中山的计划。 孙中山感动不已,拍了一份电报,把樊中秀狠狠夸奖了一番。 没等樊中秀从激动的心情中平复下来,孙中山又来电了,陈炯明叛军进犯广州,跑轰大元帅府,行驶危急,速来救援。 樊中秀率军火速赶往广州,部队一下火车,就急行军赶赴战场,他给军队下了死命令,此次保卫广州作战,侍奉孙大元帅命令,生死都极光荣,只准进,不准退,只准胜,不准败。 谁要当猫种,我先毙了他。 樊中秀的部队用着北洋军的旗帜,陈炯明叛军以为是吴佩孚派来的援军,没有提防,结果被樊中秀杀了个措手不及。 激战三天,叛军全线溃败,樊军收复了广州车站以及广州周边各要地。 孙中山亲自接见了樊中秀,让他坐在庆功宴的首席握着他的手,做一个好同志,又一个真革命,把樊中秀感动得热泪盈眶。 1924年,孙中山再次启动北伐,这次北伐是响应三角同盟而发起的,三角同盟及凤系,万熙卢永祥、岳方,三家结盟对付曹昆,吴佩孚的直系。 由于湖南赵横提不肯借道,孙中山只能取到江西北伐,北伐军的主力是谭严凯,城前的湘军,樊中秀的玉军,以及铸越滇军,铸越干军等。 不久,北伐军一律改称建国军,源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,樊中秀的部队被改编为建国玉军,孙中山亲自授给他一面笃信三民主义,实行建国方略的旗帜。 此后,无论变换到哪个阵营,樊中秀一直保留着建国玉军的旗号。 这次北伐并不成功,否则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北伐了。 此时,全国政局处于畸变中,第二次直凤战争打完了,直系一败徒弟,凤其成为最强大的军阀势力,因倒戈直系而崛起的冯玉祥,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。 谭严凯的军队在江西被击败,退回广州。 樊中秀在江西战场独母难知,伤亡很大,但他没有退回广东,而是一路向北挺进,想杀回河南老家,招兵买马,扩大北伐军的实力。 1924年11月21日,樊中秀率军沿湘干边界穿插到达了武学渡口。 从九月中旬出师北伐以来,樊中秀所部行军八十多天,战斗五十余次,历经四省,跋涉五千余里。 武学渡口前面,不仅有滚滚长江,还有湖北渡军逍遥难的军队,前有堵截,后有追兵,樊中秀也无奈了,强渡长江是不可能的。 这时候,还是领导有办法,孙中山命令湖北籍革命党人熊锦怀,去做逍遥难的工作,说服逍遥难虚晃一枪,放樊中秀过江。 樊中秀这才渡过长江,经罗田到达了黄川。 这时候,孙中山又来命令了,说吴沛福躲在信仰济宫山上,离黄川不远,要樊中秀率兵上伺机干掉吴沛福。 老孙头的信息不够灵通,此时吴沛福已经被逍遥难逼下了山,跑了。 1925年1月,樊中秀率军回到了家乡宝峰,家县一带,以建国御军为号召,招兵买马。 河南本是吴沛福的大本营,吴沛福战败后,河南处于无政府状态,国民二军,军长胡锦翼出任河南督办后,也没能控制住局势,河南非常混乱。 胡锦翼与樊中秀曾在陕西晋国军旗下作战,是老乡时,他想手边樊中秀的部队,但樊中秀坚持用建国御军的旗帜。 胡锦翼不好勉强,指定南阳、叶县、邓县、方城、武阳、新野、唐河、内乡、镇平等县为建国御军的房地。 一时间,御南、御西的土匪、民团纷纷来投奔,建国御军迅速膨胀。 1925年春,镇松军汉玉坤与国民二军胡锦翼为争夺河南,爆发了胡汉战争。 樊中秀支持胡锦翼出兵夹击汉玉坤。 胡汉战争以汉玉坤的战败而告终,此役,樊中秀伏敌一万多人,缴获几十门火炮,上万只枪械,一百多万发子弹。 建国御军随后扩大到三万人,这是他自起兵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获。 1925年3月4日,胡汉战争紧要关头,孙中山病逝于北京,樊中秀嚎啕大哭,三天没吃饭。 他对部下说,我死之后如能葬于先生目策,大愿足矣。 在攻击仪式上,他命人做了一个巨大的肃花横额,中间写了两个大字——国父。 这是孙中山首次在公众场合被称国父,不知是不是受他启发,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通领全国,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。 孙中山死后不久,胡锦衣也死了,胡的继任者岳维郡,要收编河南境的一切杂牌军,樊中秀只摔给他一句话, 建国御军是孙大元帅委派的,看谁敢更换我的旗帜。 收编樊中秀失败后,岳维郡又怂恿樊中秀进攻山西,这明显是一个坑,成功了,是帮岳维郡扩张地盘,失败了。 樊中秀的部队被削弱或消灭,不论怎样都对岳维郡有利。 樊中秀在河南受岳维郡压制,又不好与他争敌盘,也对山西有了兴趣。 1925年12月,樊中秀兵分两路进攻山西,一路由直立武安攻摩天岭,一路由直立警行攻养子官。 娘子官防守严密,樊军没有攻进去,但他们攻破了摩天岭,占领了辽州,经左权县,计划经太古之躯太远。 阎锡山急令商镇为前敌总指挥,率军兴也持援。 天下就这么大,山不转水转。 当年,商镇在陕北没找到樊中秀,投奔了阎锡山。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,老对手又重逢。 樊军打得很猛,进军又点顶不住,商镇一连,枪毙了四个营长和十三个士兵,才稳住局面。 樊中秀和商镇厮杀之时,阎锡山派兵抄了樊军后路,他质问岳维郡,为什么要派樊中秀进反山西? 岳维点称,这是樊中秀的个人行动,与国民军无关。 樊军孤军深入,四面被围,死伤三千多人,樊中秀本人也负了伤,陷入了绝境。 好在阎锡山并不想赶尽杀绝,他表示,只要樊部退出山西,可以和平了结,进军绝不再追。 这样,樊中秀才率领残部退回河南。 1926年春,国民二军进攻山东失败,坐镇湖北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沛福,趁机反攻河南。 面对吴沛福声势浩大的反攻,国民二军一败再败,土崩瓦解。 樊中秀率军转战域西南山区,与吴沛福的军队苦苦周旋。 好在吴沛福的主要敌人是冯玉祥,吴军主力都北上了,用来对付樊中秀的军队不多,所以樊中秀一直没被消灭。 这年夏天,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,派人联络樊中秀,希望樊中秀在合适的时机出兵武圣关,截断金汉铁路,接应北伐。 8月底,蒋介石派人给樊中秀送来亲笔信,时候到了,该出手了。 见到信后,樊中秀连夜行动,各部分别由南阳、邓县等地突破吴军包围圈,然后急行军攻占了柳林、武圣关,一路杀到了广水、孝杆等地与北伐军汇尸武汉。 这时候,蒋介石想任命樊中秀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,但樊中秀拒绝接受改编,坚持打建国御军的旗号。 此后,河南相继发生了凤武战争,唐生至北伐,冯玉祥东出同关,吴佩孚在河南一败土地远走四川。 几经兵戈,河南成了冯玉祥的地盘。冯玉祥收编了吴军残余和刘镇华镇松军,想把樊中秀的部队也收了。 樊中秀还是那句话,建国御军是国父委派的,看谁敢更换我的旗帜。 不过,这话对冯玉祥没用,在冯玉祥看来,樊中秀盘踞于西南,就像一根刺扎在身上,必欲拔之而后快。 1928年1月,两军摩擦不断,终于爆发了战争。 冯玉祥调回石友三与宋哲园进攻樊中秀。 冯玉祥为列北伐军四巨头,挥下几十万大军,随便动根小指头就能达到樊中秀。 坚持到11月,建国御军还剩两万人,退守郭阳,盲城,属安徽伯州。 樊中秀被迫通定下野,离开部队,御居上海。 建国御军残部由仁英七统领,被蒋介石收编。 故事到这里,本该结束了,但老天似乎并不想樊中秀就这样隐退。 1930年初,中原大战的阴云预计遇后,蒋介石和樊蒋联盟争相拉拢樊中秀,要他回合南兆籍旧部参加战争。 蒋介石给的头衔是玉闪边防军总指挥,樊蒋联盟给的头衔是中华民国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。 樊中秀不甘寂寞,他在许昌收拢了四万旧部,倒向了樊蒋联盟,樊认为蒋被判了孙中山,所以要樊蒋。 战争大响后,樊中秀负责防守平汉县,与蒋军王金玉、徐源泉、上官云相等,在林营、许昌一带激战。 5月25日,樊中秀失察阵地后,返回司令部,行至许昌南门外吊桥时, 正好遇到蒋军飞机低空侦察,随从让他赶快躲进城门洞,他却站在桥头仰首大骂。 蒋军飞行员也不客气,一颗炸弹下去,结束了樊中秀传奇的一生。 樊中秀死后,遗体被运往北平葬于西山碧云寺。 1929年孙中山林就医到南京中山林后,西山碧云寺留有孙的衣冠中,樊中秀葬在这里, 也算满足了他生前的愿望。